5万块塞进裙子,10万块塞进上衣 这三个女人正在从银行里往外偷钱 但她们偷的都是旧钞 这里是美联储 每天有超过1000万美元的旧钞被送到这里 像垃圾一样被集中销毁 看着一大大钞票被粉碎 梅姨目瞪口呆 今天是她当银行保洁员的第一天 队长告诉她 平时除了打扫卫生 还要负责清理这些钞票渣渣 这么多钱换谁都会心动吧 更何况是老公失业 负债累累的梅姨 但银行的安保系统相当严密 从分检到运输 再到最后的粉碎 每个环节都有摄像头时时间控 更重要的是 能打开现金转运车的钥匙 整个银行只有三把 分别在分检室 财务室和最后的粉碎室 而负责不同流程的员工 只能待在对应的区域 就连每个人上厕所的时间 都有专人严格计时 但梅姨却觉得 只要这世界上有人 就永远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 这天她正在超市购物 以外发现货架上的锁 和现金转运车上的一模一样 一个大胆的计划油然而生 她开始在打扫卫生时 偷偷观察摄像头 20天后 终于在电梯口 发现了一个监控死角 午餐时 她故意在地上扔了10美元 然后问前面的同事 是不是她掉的 谁知对方不仅说不是自己的 还拿去上交了 她必须找两个志同道合的搭档 下班后 她盯上了粉碎式的胖姐 但她刚透露出偷钱的想法 对方就拒绝了 因为胖姐是个单亲妈妈 如果自己一旦被抓 两个孩子就会被送去福利院 梅姨一眼看出 孩子是她的软肋 第二天 胖姐的储物箱里 多了几张名牌学校的宣传单 为了孩子 这恐怕是任何一个母亲 都无法拒绝的理由 胖姐立即决定加入 接着 他们又找到了负责运送钞票的小丽 她从小患有糖尿病 长期的药费令她十分拮据 三人一拍即合 还制定了一个行动暗号 摸眉帽 第二天 梅姨把超市买来的锁藏进腰带 顺利通过了安检 一切准备就绪 午餐时 梅姨和胖姐通过暗号确认了行动 可小丽突然摇头 来到卫生间 小丽说她今天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两人十分无语 胖姐气得直接宣布了散货 可就在下班安检时 行长突然出现 原来今天要突袭搜身 三人暗自庆幸 第二天 三个女人再次摸了眉毛 行动正式开始 银行的保洁大妈在打扫卫生时 偷偷把现金转运车上的锁 换成自己买来的同款锁 然后把这辆转运车的编号 告诉了同伙小丽 小丽负责运出钞票 她会在等电梯时 用运钞车挡住自己的身体 然后用大妈提前给她的钥匙 打开运钞车 迅速拿出几达钞票 扔进身后的垃圾桶 而这一切 监控室里的保安都毫无察觉 虽然这些都是即将被销毁的旧钞 但金额也是固定的 所以他们还串通了 负责销毁钞票的胖姐 保洁大妈会把原来的锁 放进卫生间的垃圾桶 而胖姐在销毁钞票时 再趁机把锁换回去 这样一来 所有的钞票都变成了碎片 根本不会有人发现少了 与此同时 保洁大妈已经把偷出来的钱 当做垃圾拿走了 得手后 三人会在卫生间里碰头 把偷出来的钞票 统统塞进衣服里 而下班后的安检 一般情况下不会瘦身 回到家 三个女人立即开始数钱 没想到 他们第一次行动就偷了九万块 接下来的日子 三个女人如法炮制 但没多久 他们就遇到了一个大问题 因为钱实在是太多了 家里根本没有地方放 只能挖个坑埋在地里 无奈之下 胖姐和梅姨的丈夫决定收手 可梅姨和小丽坚决不同意 因为金钱的诱惑实在太大了 但貌合神离的三人 已经无法默契配合 这天梅姨把钥匙扔给胖姐时 不小心掉进了下水道 唯一的备用钥匙在小丽当 但三人为了避嫌 并没有互相留手机号 梅姨立即打给丈夫 丈夫又通知了小丽的老公 等小丽知道时 他们已经把运钞车送去了粉碎市 而不运送钞票时 她根本不能去楼下的粉碎区 这边胖姐马上就要粉碎下一车钞票了 如果打不开锁 马上就会露馅 小丽急中生智 假装夫人吵架 把钥匙裹在口香糖里 粘在了电梯上 而楼下的梅姨假装打扫 顺手扑下了口香糖 等她急匆匆赶到粉碎市时 宝安正在帮胖姐开锁 此时她还以为是锁坏了 梅姨立即支开宝安 把钥匙扔给了胖姐 危机总算解除 但没想到 细心的宝安还是发掘了一切 但小帅并没有告发他们 因为她一直暗恋着胖姐 胖姐立即打扮了一番 开始和小帅谈判 最终小帅有了女朋友 现在旧超从分碱到粉碎 宝安和宝杰 每一个环节都有他们的人 他们更加肆无忌惮 因为唯一的风险 不定期搜身 小帅都会提前通通报信 但没多久 他们张扬放肆的生活 引起了联邦调查员的注意 梅姨决出一丝不对 但为失意外 第二天 调查员来到银行 拿出了几人奢侈的生活照 谁知自负的行长并不买账 他先信自己的安保系统无懈可击 竟然把调查员赶走了 与此同时 梅姨的老公发现 他们已经被监视了 几人决定连夜销毁证据 胖妹把钞票统统扔进壁炉 梅姨的丈夫把钞票粉碎冲进下水道 而小丽夫妻 干脆直接把整个房车炸掉了 但警察还是来了 几人通通被捕 幸好梅姨带着一包钞票 从后门丢走了 经过一夜的审讯 小丽承担了一切罪责 条件是将胖姐无罪释放 因为她还有两个孩子 就在这时 梅姨带来了律师 因为调查员没有证据证明 这些钱是从银行偷来的 而银行行长明知道三个女人在偷钱 却不敢承认 因为她根本承担不起这么严重的后果 这时一个税务官说 即使这些钱不是偷来的 但也没有缴税 依然要交罚金 最终几人被无罪释放 但赃款被冲突没收 他们再次成为了穷人 八个月后 梅姨约两个女人来到他们经常光顾的酒吧 因为她的妈妈曾说过 永远不要将所有的鸡蛋放到同一个篮子里 原来梅姨早就知道他们会有败露的一天 所以每次得手之后 都会偷偷拿出一部分 存到他们经常来的酒吧里 看着满满一屋的钞票 三个女人激动的抱在了一起